好继续再来看到瑞穗赫钢文 但是进入了采收期 那么今年花莲的气候 以及雨水稳定品质更佳 产量也增加 平均甜度是来到了13.5度 不仅仅引来外销商的信赖 包括中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地 那么今年首次是打进了新加坡的市场 那么8月31号这一天 将2000箱的柚子来装箱 准备是飞到新加坡了 可以说是买气强强棍 优利把果农利落将柚子从树上扯下 一转眼两个饱满的大柚子落入桶中 另一边众人齐心协力 有人在梯子上摘柚子 有人则是把一桶桶收成都倒进卡车 准备载到仓库练选 农友精心栽培 也有生产履历 在经过农会的一个挑选 所以我们希望说到这个到国外的部分是可以提供给我们国外的消费者最好的一个品质 今年花莲瑞瑞乡气候稳定 雨水充足 加上气温比较高 原本预计9月7号才能采收的蚊蛋 现在8月底前都已经达到成熟度 品质好又特别香甜 甜度平均高达13.5度 是特级品质的老虫蚊蛋 瑞瑞农会在今年打开了新加坡市场 新加坡的外销市场那是我们农会目前第一次的一个尝试 那希望说在未来的部分能够长长久一久的去经营大量 今年花莲气候雨水稳定品质更加 产量也都增加 一箱箱辛劳的成果 赫钢文旦认真海外再次打响台湾水果王国的美城 记者高双双热谢香采访报道